这是一条专门斩的重庆人的视频 我说你们重庆人吃火锅 真的能把一份普普通通的牛油锅里 吃出除了辣以外的其他味道来吗 在我没去重庆之前 火锅呢只有两种锅底 牛油和番茄 牛油就是辣 番茄就是甜 但自从我去了趟重庆 有个当地大姐告诉我 他们其实有个火锅连队 我原本以为这是一家店的名字 但他说这是他们火锅种类太多 他给起的外号 我说一个火锅大嘴小怪 他说一个火锅三大派心 我说我的表情大惊失色 他说接下来可能要占用40分钟左右的时间 给我上一堂重庆火锅的基础理论课 唱歌火锅分为咱大台系 听完他的讲究后 我兴致伯伯的马上动身 去尝试了一家正宗的重庆火锅 果然我吃出了不一样的味道 更TM辣了